大仙 你神通广大 什么都能推算 你能推算今天会中枪吗 NKNK 会不会 NO 这个男人有多狠 连算命大仙都敢开枪教训 他叫阿明 原本今天是来陪大哥来算命的 谁承向大仙架子很大 劈头盖脸先将大哥骂了一顿 这让一向忠心的阿明忍不下去了 他劝大哥 你要想赢 我们也预阵把命拿出来 为什么把命交到这个人受伤 原来因为抢地盘的事 他们与另一黑帮头目追割交 大哥自知实力不如对方 整天提心吊胆 思来想去便打算来求大仙给他指条名路 现在大仙被阿明打伤 一行人只能离开 路上阿明察觉到有危险 打电话让大哥掉头 但大哥因为白天的事 对他产生了不满 不用理他 难道坐这等死 手下只好继续往前开 结果就看见路中间放了个黑色袋子 手下连忙掉头 刚开出去不远 身后就发生了爆炸 这时大哥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 前方一群杀兽把路拦住 并不断开枪射击 好在危机时刻阿明及时赶到 吩咐小弟先带大哥离开 自己则留下了断后 而阿明不愧是枪神 面对枪林弹于眼座部长 转眼间对方就只剩下一个活口 紧接着 男人开车朝阿明等人撞过来 这种行为与自杀没什么区别 阿明放下枪 把机会留给另外三个兄弟 车里的男人胸口中了一枪 推开车门想跳车保命 可这时车子突然失控 撞向霍兰 不慎给他来了个脑袋搬家 阿明见他死相如此惨烈 也于心不忍 于是便上前捡起男人的脑袋 此时一个红点紧紧跟随着阿明 是远处敌方的杀手 正举枪瞄准着他 其余几个兄弟顿时紧张起来 可阿明却仿佛什么都没察觉到 他将脑袋放回车里 还男人一个全尸 随后点上一根烟 算是送他上路 此时红点依旧瞄准在阿明身上 气氛越来越紧张 阿明突然向杀手的方向看过去 与此同时 红点落在地面 杀手开枪点燃了地面上的汽油 将自己的兄弟火化 杀手名叫邱哥 是阿明的死对头 刚刚他见阿明送了自己兄弟最后一程 邱哥便也决定放过他一次 然而等他开车回到家 却发现房间内一片狼藉 原来几分钟前 阿明闯入他家 大肆破坏 借此向邱哥勋斩 邱哥气不过 让中间人替自己传话 有种就上来 没胆子杀我 叫他吃食吧 聊这么久也不敢开枪 怕打不中我 两人对话了几个回合 传话的中间人受不了了 只愿让他们有话当面说 于是 当晚两人便约了一架 街头上 两人开车互撞 没几下就把车撞爆废了 紧接着 邱哥一脚踹开车门 拿着红酒 走进旁边的酒吧 阿明也默契地跟上 围观群众察觉到危险 纷纷逃散给他们疼地方 水料两人并没有打起来 而是玩上了游戏 邱哥抛出一枚硬币 直接砸碎阿明面前的那杯酒 阿明也不甘失落 就这样你来我网几个回合 两瓶红酒就见底了 没完尽兴的两人 又让你有来送酒 邱哥非要比一笔水的更好 眼见气氛尴尬 好在邱嫂及时出面调解 这一瓶就收起来 过两天回来再喝 这一瓶的今晚喝 邱嫂吩咐把存起来的那瓶酒 写上邱哥和阿明两个人的名字 这样就皆大欢喜 接着几人瓶酒聊天 直到天亮才离开 阿明又见邱嫂做事周到 便说想跟她学学 如何做大哥的女人 然而邱嫂一口回举 因为她知道 邱哥和阿明迟早 会有一个死在对方手上 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各位其主也没办法 身为他们的女人 自然也就没办法成为朋友 转过天 邱哥去见他的老大追哥 汇报现在外面的情况 上次邱哥带人 埋伏阿明的大哥 吓得他躲去了泰国 追哥一听就破口大骂 去年我们说好了 香港是我们俩的 这个混蛋 把我甩了 还找人来杀我 打到今时今日 谁先收手 谁就他妈完蛋 邱哥跟在追哥手下 已经十几年 现在他让自己帮忙 除掉阿明的大哥 邱哥自然是没有二话 很快 他便骑程去了泰国 找到了正在养伤的大仙 大仙 既然你这么准 那你猜猜 你今天会不会中枪 yes or no yes 准 大仙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也会这么倒霉 算命算得准 竟然也要挨枪子 而这还不是第一次 不久前 另一个男人 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大仙 你神通广大 什么都能推算 你能推算 今天会中枪 白白挨了两枪 大仙有苦说不出 而罪魁祸首邱哥 在打完人后 就潇洒离开 他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那就是帮自己老大 除掉敌恩皮哥 然后抢回香港的地盘 此时皮哥正被阿明等人护送 他们冒雨逃进一家旅馆 阿明做事谨慎 带着几个小弟去旅馆里探查情况 确定没有埋伏后 才把皮哥带到屋内休息 可皮哥虽然身为帮派老大 却胆小怕事 连阿明进来给他送茶 都能把他吓到 皮哥坦白自己怕 现在更是有了投降的念头 显然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并且这时阿明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抬手对着屋顶就是一枪 接着就有血滴了下来 原来邱哥的手下已经杀了过来 他们藏在暗处 肆意屠杀 房间里就布满了用来瞄准的红外线 混战值持续了几分钟 旅馆里就已经横尸便移 此时 阿明跟邱哥狭路相逢 透过木板上的枪里 两人同时举枪对准对方 一连十几枪射过去 他们谁都没躲 很快两人身上都布满了伤口 阿明率先倒地 这时皮哥突然冲出来 接连几枪打在邱哥腿上 等他动弹不得后 皮哥看着地上的阿明 突然起了杀心 他拿起棍子狠狠砸过去 原来他早就看阿明不爽 觉得他骑到了自己头上 这次混战 让两个帮派损失惨重 两位老大也厌倦了打打杀伤 于是找到泰国的画世人 和谐共处 而阿明和邱哥并没有死 他们因重伤被送进医院 现在身边能照顾他们的 也只剩下各自的女友 阿明的女友出来倒水 突然发现楼下两名杀手走了进来 他赶忙跑回去准备带阿明逃走 原来皮哥得知阿明还没死后 专门派了杀手来斩草除根 走廊上 女友推着阿明跟杀手擦肩而过 万幸没有被认出来 然而 在杀手发现病房里没人后 意识到不对 立刻追了出来 女友带阿明躲进停尸房 把门反锁 可这病没能躲过追上 门口突然渗进来大量酒精 尖撞他赶忙把阿明放进停尸棍 下一秒 火烧了起来 瞬间将他吞噬 里边 邱哥的情况也不乐观 医生说他腿伤严重 要想活命 就必须剧掉 手术之后 邱嫂租了间房子 把邱哥带过去照顾 然而现在他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了 回到家 邱哥已经醒了 邱嫂打湿毛巾给他擦身子 为了能偷渡回香港 邱嫂不得不靠出卖身体 收卖船公司的负责人 转过天 他们成功回到香港 邱嫂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邱哥去找他们的老大追哥 一众兄弟看见邱哥没死 并没有高兴 反而把他们拦在门口 邱嫂破口大骂 追哥背信弃疑 回家追你 车来接我 我兄弟的为你搞成这样 你有没有看过他以前 有没有问过他以前 我们两个在泰国算账围头了 那你快回来找你救我 看我的心 追哥当众丢了面子非常不爽 命令手下把二人带出去 随后 邱哥被他们扔到路边 连人也被车压坏 他躺在雨里 像个死人一样 眼看着雨越下越大 邱嫂咽不下这口气 找来一个推车 再次带他来到追哥的地盘 手下小弟领命办事 不敢让他们进去 门口的声音传到酒店 追哥忍无可忍 终于决定露面解决问题 这或许就是做大嫂的代价 为了给自己的男人打抱不平 结果落得一个惨死枪下的下场 之前女人说过 女人说过想做个好大嫂 做大嫂的要有声势 人没到声音先到 男人出去鬼混的时候 早一点听到你来了 多给他一点时间准备 编一个理由来骗你 明白了吗 他也的确做到了 在邱哥任务失败成为残疾时 他贴身照顾 为了让邱哥振作起来 他带他回香港讨公道 可现在他却死在了小人手里 这样失去双腿后 就一直心如死灰的邱哥 振作了起来 他给自己坐了一个板车 过上了一边乞讨一边追凶的日子 而这幅凄惨的模样 甚至登上了报纸 被同样死里逃生的阿明看见 之前他跟邱哥一样 被自己的老大追伤 女友为了救他 全身烧伤了 可他并没有跟邱哥一样准备复仇 为了照顾好女友 他只能躲在泰国 过平常人的生活 这天 他带女友去山上看夕阳 女友却突然讲起 他以前有多么漂亮 原来一向爱美的他 在被烧伤后的每一天 都饱受折磨 他求阿明送自己离开 面对女友的恳求 阿明只好答应 而另一边 邱哥已经准备就绪 他一步步爬上楼顶 这个视线正好能看到 仇家追哥的藏身之地 看他准备的干粮 就知道这是一场持久战 邱哥把枪组装好 然后静静等待对方到来 转眼几天过去 一辆熟悉的车开进来 追哥终于现身 邱哥瞄准他的脑袋 准备开枪 然而这一枪被路边的杆子挡住 不仅没把追哥打死 反倒暴露了他的位置 好在邱哥做了两手准备 他把绳子抛下来 然后抓着绳子慢慢往下放 可这时追兵已经赶来 直接一枪击中邱哥 他从半空坠下 好在板车就藏在附近 逃出来后 他拿出毛巾堵住流血的伤口 这一次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了 于是 他来到之前的那家酒吧 问老板 能不能请我喝杯酒 好 那瓶写着他哥阿明明子的酒 还完好如初地放在那里 这让如今凄惨不已的邱哥十分感慨 他喝下老板送来的酒 随后离开了酒吧 他再次爬上楼顶 架起枪 等待下一个刺杀机会 这次追哥走进视线 邱哥却没有开枪 几只苍蝇落在邱哥身上 原来他已经死了 晚上 追哥来到酒吧 逼问老板邱哥的下落 见老板不敢说 便把他打了一顿 还砸了他的垫 这时 手下突然进来 找到一张船身 从泰国来 原来阿明一直跟酒吧老板有联系 晚上 阿明一回到家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已经有杀手藏在了他家中 阿明用冰块和酒瓶 做了个简易陷阱 冰块融化后带倒了酒瓶 声响吸引了杀手的注意 阿明则趁机偷袭 轻松解决掉对方 仇家已经找上门了 也就意味着阿明没办法继续躲下去 随后他回到香港 看见酒吧里的那瓶酒 北上涌上心头 他决定为邱哥报仇 晚上 阿明推着邱哥的尸体 闯入追哥的夜总会 心仇旧恨就在这一站 有枪在手 阿明就是神 他手持双枪 战无不胜 因为他之前打过招呼 其他帮派老大 也选择站在他这边 我让路 秋哥他回来了 追哥等人见状 顿时下场 对着邱哥接连开枪 可他们没想到 随着轮椅的颠簸 扣动了扳机 在邱哥和阿明的前后夹击下 追哥最终重伤倒地 电影的最后 已经身中竖枪的阿明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推着邱哥上前 把自己的枪放在他手里 然后用他的手击毙追哥 原了邱哥亲手报仇的心愿 杜齐峰一直被评价为 是最会拍男人之间浪漫的导演 这部真心英雄也不例外 电影里两个男人惺惺相惜 却因为属于不同阵营 不得不成为敌人的情感 被黎明和刘庆云两大影帝 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在看完电影后 仍被两人悲惨的结局感到难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